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在全职股部分都动起来 包括像是台积电啦 大力光 另外还包括像是纺织跟食品 今天表现都不错 不过本来早盘还蛮旺的 像是PA啦 像是光鲜这一些 大家这个之前手上都有的股票 反倒是尾盘之后出现一些压力 今天这个盘是要怎么来掌握呢 节目上跟我影响的专家 支持人员投股的分析师王信杰 信杰老师好 师傅好 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 无安 现在我们先来看大盘好了 大盘现在跌身反弹 但是这个反弹会弹到哪里呢 大家比较关心 到底是持续往上弹 还是说在一个区间上下来做震荡 我想整个大盘加均指数 今天为什么可以直接开平走高 盘中曾经一度大涨130几点 但是你会发觉尾盘在部分的一些股票开始走落的情况之下 或者有短线的一个获利调节卖亚的出荣之下 通常指数是上涨88点 留着整个大概40几点的一个上营线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走呢 很简单 如果你昨天晚上有来上我们的技术指导课程的投资朋友 或者你拥有我们盘中软体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会发觉因为这个行情都跟我们的软体 完全走四十一模一样 除了说在昨天大盘指数盘中最低达到8516的时候 对不对 那从整个8516其实昨天就开始留下影线拉上来 从昨天的低档8535这边出现了一个买讯 你会发觉这个买讯你掌握到昨天这个拉尾盘 瞬间从整个11点拉到12点 你可以掌握到大概有三四十%的利润 大概就有三四十%的利润 再来你看今天早盘 从8565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什么超盘软体 是在这边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怎么样 翻多的一个买讯 那整个翻多的买讯 我们不要说我们每次都一定要卖到最高点 8697点 今天的盘中的最高点 你会发觉在8675 为什么今天留下影线 留上影线 因为在8675 这边有出现一个短线涨多的狗 获利的回堵卖压 可是如果你能够掌握到这么一波 一百整110点 今天盘中的瞬间积到110点 我们完全都掌握到 所以你会发觉如果导播可以的话 帮我们带下今天大盘的分时走势图 来 整个走势 几乎完全都跟我们的一个分时走势图 完全跟我们的怎么样 我们的一个超盘团体 几乎完全是同步 我们都可以在低档 领先帮你掌握到低档 高档出现 开始要做正大整理的一个什么样 短线的一个正大整理的卖出信号 我们都帮你掌握到 所以你会发觉 你看昨天很多投资朋友 来上我们的怎么样 我们的一个技术指导的课程 我们说我如何 我们会教你如何从指标 去掌握关键的买卖点 你看昨天来上课投资朋友开不开心 开心 今天第一个先掌握到一波 因为昨天就跟你预告了 今天很有机会 今天很有机会 因为从整个指标就告诉我们 已经有点在上来 应该很有机会 那今天果然发生了 对不对 是不是就掌握到这一波 甚至我相信 其实很多投资朋友都很清楚 我知道过去的这三个月来 大盘指数从万点回到8500点这边 也回了1500点 那在这一波的下降过程当中 不仅我们看到整个融资的 大幅度的做个减肥 整个融资最高水位2168亿 到昨天为止剩下1645亿的融资水位 整个融资大幅减肥的24.1% 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投资 这一波可能或多或少有受到伤害 可能资金财富都有些缩水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的资金财富 有做一些缩水的情况之下 那也许投资后都会 昨天这是昨天在上课的一些投资朋友 就会来问我说 老师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可以让我快速获利 快速翻本的方法 有没有那种说 可以掌握到一个关键转折 瞬间可能一两天 就有五成道翻倍的一个机会 我说如果你想要 如果你的资金财富 经过这一波的一个比较大幅度 所谓缩水投资朋友 当然我们这边可以给一个建议 你可以依照我们的一个操盘软体 依照我们的操盘软体 甚至我们大财富的一个操作 掌握关键转折点 你看光昨天大概就有40%左右 那今天大家上海 大概就有七成道倍数的一个机会 这个你有兴趣的投资 都可以跟我们线上服务保持平落 好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的家群指数的部分 今天虽然拉了一根中长红上来的过程当中 那我相信其实 我们在分析一个行情来讲 那不要说 姑且说 整个台股因为这一波的一些 很多的在公布半年报 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公司 特别是在电子股这边的半年报 比较不如预期 所以造成这一波台股的下沙 可是如果你仔细来看 不然这一波我们常在讲 国际股市的相对位阶 欧美股市几乎都在连线之上 对不对 陆股前阵子虽然有崩跌 陆股其实这波也是打到几乎年线附近 就开始止跌 开始进入年线到季线的区间震荡 好那整个大盘指数 你会发觉如果台股年线是在这边 等于是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的空间 台股是相对国际股市的超跌 那为什么会造成台股这一波的超跌 除了产业部分产业结构问题 当然大家都知道 很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政府高官的一个错误的政策 也就是不公平的税制度引导 那你会发觉这一波 大盘加卷指数 你会发觉过去这三天 你看今天一根中长红 几乎已经要把最近这三天的跌幅 完全吃回去了 过去这三天 你看农资竟然在第一档砍了一百亿出来 这一波的下跌过程当中 你看农资的减幅竟然高达24% 指数的跌幅是15% 那我相信其实你只要在股票市场 翻开台股的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的历史轨迹 你很清楚 当融资的减幅 远大于指数的跌幅的过程当中 它所代表的含义在哪边 一个比较正面就是 台股叫做严重超跌 叫做短期间的怎么样 严重超跌 所以融资的减幅会远大于指数的跌幅 那其实如果在股票市场 久的投资都很清楚 当发生这种现象 就算这里不是一个长期的大底 要马上走回升行情 我们也说过 它可能随时酝酿一波怎么样 暴富性的反弹 随时会酝酿一波暴富性的反弹 那再加上我们从一个周线角度 一直跟投资分享的 来 这个月明天要说月线 虽然今天大阪涨了88点上来 但是这个月应该就是像我们在上个礼拜 跟投资上讲的 月线是注定是什么 三连黑 好 看到这种月线的三连黑 看到这个月KT在高档交叉向下来到50 也许很多投资朋友 加上这一波的沙盘 大家都很怕 尤其现在看到在公布半年报 那也看不到利多 怎么半年报都不好 但是你别忘了各投资报 很多半年报不好的公司 难道股价它没有从这一波 从之前高档就在反应了吗 你说包含你说今天跌停板的TPK 破底的友达 还有之前的华雅科这些股票 我想你只要是我们股市群的忠实观众 你很清楚嘛 我们之前一直跟你讲 五六十块的华雅科一定要卖 今年的获利一定比去年差 第一个面板我们讲的嘛 它的面板的报价持续在下滑 那代表而且明年的 中国的8.5代厂要开出来 这个一定会冲击到面板的一个 一个什么 未来的一个获利嘛 甚至包含说TPK成功我们就讲了嘛 如果触控都不好 你看 我说第一季亏三块多 今年它怎么可能赚多少钱 怎么赚也赚不了几块钱嘛 那股价当时还在两百多块 贵的烧 当然是贵嘛 所以这些股票之前的跌 我们都帮你掌握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过了嘛 但是这些股票已经反映的 差不多过程当中 我说月线高档年三黑 很多的利空其实早就 已经在过去这三个月 股价早就领先下来反映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股价会先说话 好 当月线年三黑 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 我想我们还是帮你 去看看过去台股的历史经验 那为什么要谈一些国际 过去历史经验 我们说嘛 技术分析 它代表是按照过去的统计资料 未来可能有八九十趴 所以你会发觉 为什么我们不会像 我们不会说我们是百分之百是神 我们说股神巴菲特 就连我们 偶尔也会有看错的时候 偶尔也会有误判的时候 但是你会发觉 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对的几率高达八九成 至少都有八十趴以上胜算 做股票你说累积做五支对四支 累积做十支对八支 只要在股票上大赚小赔 对不对 颜色好停损停利点 大赚小赔 你还是可以在股票上 轻轻松松动 开开心点赚到钱 原因就是在于技术分析 你看 我说10256 民国1997年那一年 西元1997年 当时也是高档万点下来 年三黑 年三黑月KT指标在这边 它不是崩盘 它是先弹四个月 我看到金轮沙洗先涨四个月 以后如果景气真的不好 以后要再说 但是我先涨三四个月再说 一样 9859那一波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从9859也是连叠三个月下来 连叠三个月月线年三黑之后 不是直接崩盘 而是怎么样 我先来一波怎么样 金轮沙 月线年三红 隔头之后 看清楚 这是月线不是日线 月线年三红代表是什么意思 很多高票可能从现在开始 要连叠三个月 我跌了三个月 我跌了大半年的股票 比比皆是吧 我最近很多股票 我相信投资很清楚 楼三辖 楼四辖 楼五辖 甚至楼六七成的股票 楼到金轎 皮包股了 对不对 剩下皮包股的股票比比皆是 我不要多一波终极反弹就好 一波所谓的报复性反弹就好 一波当整个农资都大幅砍杀完毕的情况之下 我来一波终极反弹就好了 报复性反弹就好 所以我们讲过如果这边未来有这个联赞的机会 对不对 后面要从这里开始 准备先涨三个月 这个叫报复性的反弹行情 先去三国的这些国 我们还没有跟你讲是多头回声 就算一波报复性的反弹就可以 但是这个报复性的反弹我们讲的 它是轮流会触底 所以你会发觉有一些股票 我们最近在帮你清选一些股票是说 已经开始触底强坦的 你看这一星期 这一星期更明显看到今天指数涨88点 但是这些股票 仅仅这三天 仅仅这三天而已 去十几%二十%的股票 说实在这些股票 那你会发觉如果你能够掌握到 你看这三天十几二十%股票 你很有机会 也因为这边未来有机会 这是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月线连三黑之后 来一波报复性反弹 先涨三个月 那这三个月你想不想把握到 所以也因为未来有这个三个月的机会 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宏益行动 全力抢攻报复性大反弹 未来这三个月不要多 三个月就好 让自己先赢再说 那我们也知道很多投资们 我们讲过了嘛 可能这一波因为有受到伤害 对不对 资金大幅缩水 所以我们你想要跟我们的家族成员一样 把握这一次宏益行动的投资朋友 你只要赶快跟我们线上福音联络 对不对 我想我们尽量会给你 尽量让你在比较没有负担的情况之下 一起把握这一波 先涨再说 让自己先赢再说 对不对 甚至你会发觉 如果这边未来有机会报复反弹 那你说老师 报复性的反弹 是要唱什么股票 我万不可以怕他去唱到 TBK和跌顿办 怎么办 对这个就是没评 这个边为什么说 我们特别开放这个活动给大家 如果股票我们讲白点 如果从现在开始 从明天的台股 就是晴空万里 你自己随便乱买 你自己随便乱去抢股票 你都可以短期间大赚十几二十趴 甚至三五十趴的话 你不必来找我 我讲白点真的是事实就知道 你就真的不必来找我 但是因为现在是个股 有的股票还在做最后的探底 那个股的反弹的强弱度也会有差 那我们的宏益行动 就是帮你掌握到未来这三个月 它会轮弹 每一波轮弹 每一个礼拜里面 轮弹到它会几乎最强的股票 会报复性大反弹的股票 这个就是这个活动的 最大的怎么样 意义在这边 那你说机会在哪里 来 比方我们说最近一个月跌三四成的股票 而且这些都是之前的机油股 像光环 这个我就直接送给你了 这个直接把股票送给你 这是送分体就几乎是等于送钱给你赚了 比方说光环 我们不是死多头 更不是死空头 你看光环这一波之前 我们的团体三线万多 帮你掌握到这一波 这一波从五十到一百 我们帮你掌握到 这边百元跟你讲转弱的 我们有跟你讲这边转弱 这边 八十块八十六八十九块 很清楚 八十九块这边出现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翻空的卖讯出现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在低档会带你权力做多 高档我们会跟你讲要卖 要落袋为安的人 我们不是死空头 更不是死多头 好但是重点是当跌下来这一波的光环 你看哇 最近真的这个月 我知道很多股票很可怕 光一个月光环跌掉四十几% 从一百零几块跌到剩下六十块左右 对不对 那这一段之前这一段我们帮你掌握到 这一段我们有没有叫你卖 有没有 有嘛 重点不是只有叫你卖 关键来了 你看最近这三天 这个低档 大家在打这些发空的时候 发霉的时候 我们跟你讲 这边应该是一个反弹点 落四十% 就算再跌你要干嘛 你都要找买点 因为一定会有没有反弹 那我说这个反弹它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可能是十日均线 第二个是未来月线跟季线会在这边出现死亡交叉 这是第二个大压 那我们先做第一个压力就好了 你看短短这三天 今天光环是收红 59块6到71块多 十几块20% 那就是20% 那就是20% 这支股票我在节目中跟你讲三四天 我这礼拜一直在跟你谈 每天在节目中跟你谈光环 我每天在我们的家族成员的盘后传真稿 在FB的股市群围里跟你提到这档股票 对啊当然今天碰到十日均线要不要震荡 要嘛 那你竟然碰到第一道短压 三天二十%收起来 就算那你去头去尾 我们不要说买最低卖最高 中间除以二就好了 你也可以放口袋一下吧 对这个就是机会 第二个我又跟你谈到了上尾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风力发电 三百多确实是超涨 我也叫你卖 那时候我跟你讲这个超涨了 对不对 好那三百多块跌到一百八 哇一个月呢 光这个月一个月之内跌了多少 跌了四十五% 一支股票说一个月跌四十五% 跌到年限 跌到年限我们说这边是机会 我说未来不要说先看到季线 我先到十日均线 你看今天是来到这边稍微放大 是看到十日均线 跟他这短线三天 这三天就好 对八倍 来回过来看这边 对八倍到二十二 对八倍到二十四十五% 一支四万 所以你看上个礼拜为什么跟你讲 预约怎么样 上个礼拜请你做什么事情 我说赶快跟我们 线上服务人员联络嘛 我说当个股 我们的超盘软底盘中那个讯息 那个买讯出现的时候 我们通知你嘛 那三天里 你看有来登记的投资朋友 有跟我们线上服务人员联络到的投资朋友 哎 二十八耶 还不用刚刚四分话问我说是反弹回升 很多人还投资再有反弹回升 先弹二十八再说嘛 对不对 很多股票都这样 宜特 宜特 这里有结果你买吗 两趟都叫你卖 我有跟你讲卖哦 有 对不对 直接在节目中跟你讲 这个下来要这个有卖哦 对不对 沿路这几天的宜特压跑就说 我都来节目中跟库博物 我们有出我们有出 好 高党有出 来到低党这边 请问这一段下来基本面有改变吗 有因为跌这一段 本来半年报赚三块半 突然半年报变亏三块半吗 那摆明那除非是类似像F1预期 这种做假账的公司嘛 这种是比较财报太夸张的公司 你就不要碰那种股票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不是的话 这段被砍杀超跌的 我说短期间 他不可能马上谈到这边 很难 我必须讲实话 很客观告诉你 但是我说跌生反弹就好了 那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 你如果在这边低党买 昨天五日均线 先卖一半嘛 那今天上来 明天因为碰到快碰到十日均线 今天可不可以再卖一趟短线 你看短线来讲的话 你看隔头这么 刚才这三缸 这边稍微放大一下 刚才这三缸 高党卖 之前你看 之前这两趟就好了 光这个月这样子做就好了 相公不贪钱 相公没机会 相公一定要再跌了一千五百点 融资大破底的时候 一定只能做放空 你看这三天 我就就给你去头去尾除以二嘛 你至少也可以赚个六七趴吧 至少十几块也赚个五六块吧 就是都是这礼拜的事情 对不对 你看不论外光华 在上尾 这是在宜特这些标的 是我跟你讲的 还有一些皮包股的 还没出手 搞不好随时要来 对不对 所以你说谈到这个东西 我们再讲一个重要观念在这边 来隔头吃朋友 这个很重要 第一档空到强坎股 我们说为什么说 有时候叫做穷空末锥 你如果第一档空到强刺股 你看这锥空到光环的 空到上尾这些 你不就倒霉死了 金衰 之前可能有人做多 下来被人家停损掉了 很多老师都叫你把这边 把股票通通砍光 砍光知道这几天反手放空 又空在地板 这样会输两招 这样要输两招 对不对 你觉得第一档这边 做多跟第一档放空 我觉得你反问你自己就好了 你不用回答我 你自己问你自己 你觉得哪一个一面大 你觉得哪一个 现阶段来做 哪一个有比较有机会 这样子三天十几趴 是这样 三天十几趴 来 三天二十趴 三天二十趴 你觉得哪一款好 比较快 对不对 哪一种比较快 那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因为月线连三黑之后 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 很有机会出现 连三红的 连涨三个月 台股连涨三个月的怎么样 报复性的反弹 红一行动 就是要带你 能力强攻 这个报复性的大反弹 让你自己 这三个月 自己先赢再说 当然我刚才讲 如果你资金 水位比较少的 你要的是 可不可以 有没有快速的 几十趴 甚至翻倍的这种 小钱变大钱的 大财富的操作模式 你也可以 跟我们线上 福人保持联络 好不好 红一行动 来带着各位投资朋友 强力强攻 这一步的 报复性反弹 我们尽量 让各位投资朋友 我能做的 就是让你尽量 不要给你有 任何的负担 然后让你赶快 再不要赚到钱 反败为胜 好不好 谢谢 好 观众航期分析 我们先睡一下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啦 我来啦 嗨 太大 7月15到8月8日 消费满500 抽挪威来回机票 介绍你这台 兵力移动式水冷器 一台得多台用哦 是物化机 超神电 40万机 净化空气 是负力子机 很健康哦 更生一台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器 只有165瓦哦 真的超神电 用得很放心哦 所以兵力水冷器 会给你全所未有的 12大承诺保证 性强降温 物理除能日冷原理 根据环境不同 最高可降温8度 滋润空气 呼呼式水运环冲洗 蒸发量大 喷雾加湿效果更好 净化空气 特大空气过滤网 水连双重过滤 更有效净化空气 宁静自然 还有美国 鲁马威克 润滑电机 运转超稳定 自然宁静 人性关爱 为电脑控制 清除按键 数码显示室内温度 掌控自如 6公尺远距离遥控 120度大角度接收 一切尽在掌控中 智能科技 定时关机 监控风鸣提示 关机自动记忆 健康生活 不离死杀菌 除臭 油污分解 速冷飙风 创新双涡轮 离心送风技术 风速每秒12公尺 宝石美容 创新恒雾功能 水分子超微细 吸收效果更好 安全防尘 污水自动体式 上下左右摆动 立体送风 净霸超近 6档风速 3档自然风 3档睡眠风 进风 静音 随心所欲 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精进 静润 只要十分之一 电费的水冷气 马上买 马上冷 马上省 兵力移动式水冷气 欢迎回到五日词音会 今天不只是指数反弹 今天也不少 这个叠深的个股 也跟着在反弹 譬如说像是 之前叠而生的宏达店 很多人说 昨天他才说要买给中资 结果今天股价就有反应 但是这个反弹是短期的吗 还是说手上不有宏达店 该怎么处理 赶快再把神交给信杰哥 我想谈到宏达店这一堂股票 我们先来看我们下我们的炒盘软底 你看从157 很明显的沿路翻空 而且股价都在我们的什么 指标之下 这代表是纯粹的标准的空头走势 但是你会发觉在今天这边 虽然还没有明显翻多 但是这个丑度股价已经站上这边什么 这个什么 我们的空头一个指标之上 那代表如果未来这边有机会反弹的话 那这个指标可能有机会在这边低档 出现翻红的一个短线反弹机会 所以你看整个宏达店这一波 其实之前这一波大盘只是在破底 它就已经没有破底了 而且今天这根中长红 是正式站到越线 而越线可能还在未来这几天 有机会走平翻扬 那未来是有没有机会 像这个直接的空方缺口 来做个回补的动作 或者来挑战机械 那这个就是告诉一件事情 你看之前的红达店 宣布第二季亏了八九九块多的时候 大家人人喊打 真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大家刚才放开红达店 可是你今天回过来看 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最近过去这一两个月来 请问放空红达店的人 谁赚到钱 反而好像是低档去买他的 还赚到一点小钱 今天可以赚到钱 对不对 到今天为止赚钱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刚刚跟头 中文讲的一个很重要观念 什么叫做穷扣墨追 很多股票已经跌三成 跌四成 跌五成 跌六成 跌七成 跌八成了 好歹当它一波终极反弹 报复性的反弹 以后真的产业基本面不好 以后再说 这个叫穷扣墨追 对不对 万一空到强势股你怎么办 万一空到强弹股 你怎么办 低档做多跟低档放空 你觉得哪个胜面比较多 另外一档股票是东洋 那东洋这个 从整个指标 其实你很清楚吗 这一波从整个低档上来 都是翻多上来的 但是今天整个创新高的东洋 我昨天有跟你讲 东洋会过高 过高要干嘛 是短新的卖点 所以今天翻黑下来 震荡整理 这很正常 那这档股票也是从低档 这一波我们把你掌握到的 所以如果各个投资朋友 未来这段时间 当台股月线年三黑 当整个融资大幅减肥的24.1% 远大一指数跌幅15%的时候 未来这边 如果有一波 所谓的暴富性的大反弹波 可能有机会 连弹三个月 连涨三个月情况之下 这个红衣的活动 这个行动 你觉得你要不要参与 让自己 未来这三个月 先赢再说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欢迎你 现在可以跟我们 线上福音联络 当然我们知道 很多投资 可能会过去这段时间 有受到伤害财富缩水了 所以我们尽量 想尽办法帮投资方 让你尽量没有什么负担 然后能够在这边 把钱赚回来 好不好 谢谢 好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